2011年爆发的内战延续至今 升级成叙利亚的全境冲突 呼应阿拉伯之春 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一波波起义与革命浪潮 叙利亚人民也持续反对 由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所领导的叙利亚政府 叙利亚是许多民族以及不同宗教团体的家园 这也意味着有许多来自不同文化 以及拥有不同世界观的人 许多团体与子群体 在这场战争中打着不同的口号与算盘 这场内战也升级到了代理人战争 境外势力分别支持着不同的团体 有给予金钱援助 提供武器或是医疗救援 这些国外的势力也都有各自的目的 截至今日已有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百姓 丧亡于这场战争中 百万人民流离失所成为难民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截至2018年年初叙利亚的情况 首先有阿萨德总统跟他的政府 在经历了短暂的挫折后 阿萨德政府修复了国内大多数的区域 对阿萨德来说 他会不顾一切地巩固他的政权 在西北与南边的部分区域 有温和的反对派为阿萨德而战 这些温和派希望能够终结腐败的政府 并有一个民主的国家 其他一些更激进的团体 则脱离了这些温和反对派 他们占领了叙利亚的西北边 与那些温和的反对派对战 目的就是要推翻阿萨德政府 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 依循伊斯兰教义的国家 而在北边 则有属于少数的库德族民兵 这群库德族民兵 从未被阿萨德政府完全承认 他们希望建立属于库德族 人民自己的国家 由于这个国家长期处于 分崩离析的状态 一些极端组织 则趁机入侵叙利亚 伊斯兰国 简称IS 在叙利亚的境内 与所有的人对抗 他们想把中东地区 变成伊斯兰神权统治国家 并且摧毁其他的宗教团体 有一段时间 IS占据了东边大部分的土地 在叙利亚境内的势力高涨 伊斯兰国IS 是公认的恐怖组织 他们想要将势力范围 扩大到全世界 所以他们不仅是在叙利亚的境内 跟所有的势力作对 更是国际上的全民公敌 例如一个由美国发起的 全球反制伊斯兰国联盟 包含所有卷入叙利亚冲突的国家 都加入了这个联盟 最终的结果是 IS几乎失去了 所有他们曾经控制的区域 有些人甚至说 IS在叙利亚是全军覆没 阿萨德总统向他的长期伙伴 伊朗 以及最大的支持者 俄罗斯 寻求支援 他们提供武器 地面部队 并且为阿萨德政府进行空袭行动 俄罗斯的目的 希望借由与叙利亚结成联盟 来加强在这区域的经济上的实力 好与西方世界对抗 土耳其也有这样的野心 土耳其与美国一道支持温和派的反抗军 对抗阿萨德的政府军 他们提供训练以及地面部队 而美国同时也帮助库德族民兵 然而库德族是土国境内长期冲突的根源 土耳其不能够让库德族在他的边境建立国家 这也就是为什么土耳其要与库德族民兵作战 因此土耳其就用这个借口入侵了叙利亚的西北边 沙奥地阿拉伯支持激进反对派对抗阿萨德 主要是因为阿萨德政府与伊朗联盟 而伊朗与沙奥地阿拉伯是常年的敌人 他们在宗教上有巨大的分歧 沙奥地阿拉伯希望借着能够控制叙利亚地区 提升他们在中东的宗教地位 战争与国家的崩溃 为这个地方留下了无可置疑的伤疤 重建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 联合国安理会的和解努力 由于许多国家的意见分歧 经常以失败收场 2018年1月底 一个特别的会议举行了 由俄罗斯 土耳其 伊朗 欧盟特别代表 以及一些叙利亚境内的势力团体一起出席 他们主张在叙利亚进行民主选举 与修改宪法 没人知道这几世纪以来 这个地区的文化与传统 在经过这场战争后 还有多少能幸存下来 在叙利亚境内的各个族群 是否能够和平共处 什么时候流落他国的难民 才能踏上回家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